法治剧场 每周五晚六点零五分 上演扣人心弦的法治故事 持续关注三龙与法 解读法律 解剖人生 十七岁的他们 今天大家敞开了吗 谁敢来 敏感 叛逆 有事儿 你找我 疯狂 他们明示在青春的雨季 又会迎来怎样的明天 是我们错了 是我们把孩子给害了 乡村法治剧场即将播出 我错了 我再也不这么做了 十七岁的雨季 乡村法治剧场 每周五晚六点零五分 上演扣人心弦的法治故事 持续关注三龙与法 解读法律 解剖人生 关注农民与法 这里是乡村法治剧场 大家好 我是案例讲述人王欣 人们都说 十六七岁正是人生的花季雨季 有美好 也有酸涩 要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诱惑 因为 这就是青春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 就是由两个未成年犯罪的案例组成 两个主人公 一个叫和蒙 一个叫罗桑 和蒙的家庭比较富裕 父母从来不少给他零用钱 但是却很少真正的关心他 甚至在他生日的这天也没有陪在身边 于是在同一天 他被公安机关抓捕 竟然是因为盗窃 我们再来说说罗桑 罗桑与和蒙的家庭条件不一样 父亲在外打工 常年不在家 把他寄养在亲戚家中 因为想省下钱供儿子读书 罗桑的父亲不轻易回家 就在罗桑 面临考试 希望父亲在身边时 父子俩却因为路费而犯了难 最终父亲决定省下钱不回家 可是哪曾想 罗桑却因为在找父亲的路上 陷入了犯罪的深渊 他们的青春 究竟怎么了 警察同志 我接到通知说 我女儿昨天偷网友的钱 被抓下来了 她人现在哪啊 你是和蒙的妈妈吗 我是 那你跟我来吧 我们等你很久了 莫莫 莫莫 妈 爸 宝莫 你怎么回事啊 要钱跟妈说呀 你怎么能去偷啊你 你还说她 我就才说来几天呢 闺女 到看电所来了 你这怎么当妈的 你怎么就知道说我呀你 成天在外面忙 你管我我们娘呢吗你 我忙 我妈还说这里面俩呀 家全看我了 行了 我当家长的 就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了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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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行了 你们夫妻两个人呢 不能老吵架 尤其是当着孩子的面 有什么事情了 多多沟通 跟孩子也是一样的 我妈 带着孩子回去吧 不行了 那你们早点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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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别晃了 你晃了 你干什么呀你 把孩子吓着你 他能有胆子做这种事来 还说到什么事害怕吗 好了好了快快 别哭了别哭了 哭 你还有点哭 你把我的脸都给丢进了 忙忙忙 忙忙 张姐儿官怎么说的 不不让咱们说孩子吗 不让说孩子 这孩子干了这种事的 都对你惯的 我不管 孩子长这么大的话 你管多么钱 我不管 我不管那钱 打不管的 钱钱钱 你怎么就知道钱的你 废话 没钱 没钱孩子们上学 没钱你们吃什么 你们喝什么 你吃什么 你吃什么 毕丝没活的 我那样 不容易吧我 天天在家给我打麻将 孩子怎么管的 麻将桌都给我支回来了 打麻将怎么了 打麻将会赢钱的 打麻将 打麻将是什么钱 那钱都是我出的钱 来 请坐 坐呀你这孩子 你这孩子你到底坐呀 莫莫 怎么不坐的 小刚 你坐这边来 来 莫莫 今天 咱们像朋友一样聊聊天 好吗 你倒说话呀你 人张剑上话问你话呢 不好意思啊 张剑二官 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一天天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明天我们再来 啊 诶 诺诺妈 来 你看啊 咱们下一次 能不能换一种勾头方式 芳芳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好朋友 他学心理学 芳芳你好 我叫陈飞 很高兴认识你 芳芳 我知道你有很多心理话 你只要愿意的话 咱们就像朋友一样 好好地聊一聊 好不好 就我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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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芳 据我们了解 你们家里并不缺钱 而且平时 你爸跟你妈 给你的零花钱 好像也不少 对吧 我记得从小到大 爸爸妈妈都很忙 他们弥补我的唯一方式 就是给我钱 又三缺一 行行行 我马上就到了 好了 芳芳 那个妈妈有事 我得出去一趟 饭头做好了 在锅里了 你热一口吃就行了 妈你又打麻将了 妈都在家待一天了 就出去玩一小会儿 我爸呢 他有饭卷 你甭等他了 自己吃吧 对了 干 拿着啊 今天谁都不能跟我客气 放心 有几个外公司 我跟你们说 今天这两个案子 全都是我们的案子 今天大家敞开的玩 随着玩 那既然你不缺钱 那为什么那天你拿那个人的钱呢 那天是我的生日 可家里 可家里就剩我一个人 今天这个饭局啊 特别重要 能不能接下后面这个装修的活啊 就看今天了 等爸爸这个活干成了 一定给你不过生日 啊 你们过生日不都和同学一起过吗 来 这是三百块钱 你请同学一起吃饭 好好玩玩 王王今天你过生日 咱们一起看个party庆祝一下吧 OK 晚上老地方见 当天下午 有一个一直联系我的网友 想要跟我见面 我实在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了 所以我就去了 文静啊 不吹啊 这边我好使 这边什么 没有不认识我的 文静啊 这边都我叫炮哥 你听说过这炮哥没 你听说过 我炮哥在这没有不认识的 你知道不 就是俩这就是好使 以后你在这谁欺负你找我 你吃点东西 你吃点东西 听见们 嗯 啊 有事儿 你找我 好不好啊 啊 这样 我我上厕所啊 你等我一会儿啊 好吗 来 花龙洗个面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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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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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好 吃蛋糕吃蛋糕 好 这一道钱 再请 给 谢谢盟姐 这个给你 谢谢盟姐 这个给你 最大的 这个切得最漂亮的给你 谢谢盟姐 谢谢同学们 正常时间的陪伴 我永远爱你们 我们也爱你 这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好 小胖你必须干了 也留人干 好好好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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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了 干了 好 吃饭 吃饭 胖哥 胖哥你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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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何忙 啥 我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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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救你了 叔叔 好 好 好 别哭 别哭了 毛毛 妈 爸 我错了 我再也不这么做了 都是爸爸妈妈不好 妈 妈 今天这些菜都是你爸做的 爸 妈妈 生日快乐 妈 好孩子 这是不起诉书 何盟因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法最终经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的讨论决定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同时决定对何盟的犯罪记录予以封损 青春就像是一场大雨 我们都曾经在大雨中奔跑 有的飞雨向前 有的却在雨中摔倒 狼狈不堪 就是他 昨天才进来 他叫罗商 是个高山的学生 他们家人呢 他的父母离婚了 之前的审讯一直都是他二大爷在 他爸在外里打工 现在已经晚回赶了 我们之前尝试跟他接触过 他比较抵触 不爱说话 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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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来了 罗商 罗商 回头我们跟学校沟通一下 让罗商继续回去上学 谢谢 罗商 这段时间 一定要保持这个事情 好吗 行了 你赶紧回去吧 别回头孩子 千万别回头 像罗商这种情况 按照学校的规定 是应当开除的 但是我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觉得罗商同学的行为 在全校影响非常热烈 应该开除 我同意 罗商的这次行为 不仅仅是犯错误 而是触犯了法律 应该给予相应的处罚 我是罗商的班主任 罗商的家庭条件 比较特殊 他父母很早就离异了 而且他的父亲 也长期在外打工 这个孩子 虽然性能上比较孤僻 但是他为人 还是非常老实的 这次事情 我也感到很失望 但是还是希望 学校能够给罗商一个机会 我们学校在校的学生 有很多是来自能村的 大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的 留守儿童 他们当中 大部分学习还是很努力的 而且也有单亲的 陈老师 你们班总排在第一那个学生 不也是单亲吗 但是严格成绩却很好 而且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没错 我也觉得 我们不能因为他是留守的 单亲的就重用 张校长 各位老师 罗商的生长环境 确实让他的性格有些缺陷 经过我们调查 这一次的事呢 也是因为他的一念之差 误入歧途 我觉得 罗商毕竟还17岁 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如果我们这一次 不把事情处理得当的话 可能会毁掉他的一生 所以 我希望我们检察院 跟我们的学校合作 能给他一次机会 改正错误 重新开始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除了教书 我们也有育人的责任 学生犯了错 我们不能一味的将他 推向社会 应当和社会一起 承担起挽救和帮扶的责任 让这些摔倒的孩子 有机会重新站起来 拿着 以后缺钱 就跟我要 好 记住 不要再干没法滥机的事了 一开始我真不知道 那些车是他们偷来的 那你为什么旷客帮他们开车呢 张检察官 要不 我到外面去等吧 爸你别走 这是考试 考的咋样啊 我 哎 罗萨 爸在外面挣钱不容易 你可得给我争口气 我知道了爸 我明天就报考志愿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爸要是回去就得请假 但回忆他得花不少钱呢 谁说 钱家多了 人家就得按矿工算 亏口工钱的 你把我没啥文化 这事儿上 帮不了你 还得靠你自己 要不 问问老师也成 让人家 帮你出出主意 等你高考的时候 我一定回来 啊 罗萨 过来帮我一下 听见没叫你呢 二娘 我头疼 你头疼 我还头疼呢 我回忆都疼 这活不干了 全家二客戚没分啊 哎你干嘛去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装没听着是不是 你爸让你住在咱们家 你大少爷呢 光知道吃饭 不知道干活 我不明白 我爸为什么一定要进城打工 他为什么要让我住在别人家 村里那么多人没去打工 日子不照样过得好好的吗 他为什么就不能回来 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为什么他就不能回来陪陪我 他说他挣钱都是为了我 可我只想让他回来 我只想和他在一起 我就是想去告诉他 我想让他跟我回家 也就是说 你答应给他们开车 不是为了挣钱 是为了进城找你爸 我本想自己坐客车或者火车去 可是我钱不够 我想去找我二娘拿 我爸寄给我的钱都在他们那儿 你说什么你 他又不是白住在我家 那我地方每个月都给咱家钱吗 给钱 那给你钱钱也就够吃饭的 家里的活一礼拜拜的 全靠我一个人 他倒好跟个爷似的 只靠我没背他了 这人都懂了 你说这眼睛吃饭了 也不知道去哪儿的 爱去哪儿去哪儿 有本事就变回来 你小仔生嘛 老板我会开车也会修一点车 您就让我在这干吧 不行不行 你会开要什么用 会看也没本 再说顾小孩打工方法 不行不行 老板我去年就在这干了 真的没事 去年是去年 今天修的一场归我 不行不行 老板求您了 要么你给我一半工资就行 老板这小子手艺不错 去年暑期就在这干 连开车来修车都会 不行就让他在这干嘛 留我们留 一个萝卜一个坎 留下来就多一张嘴 要不他留下你走 老板你这么大的修理厂 就这一个洗车都太慢了啊 我还有事呢 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 马上好 你都做能不能麻利点 老板我会洗车 我跟他一块干嘛 洗车你也干 干我什么会儿干 快点快点 要不你留下洗车 哎行 谢谢老板 咱先送好了 没有底线 洗辆车五块钱 哎行 哎哥 真是太谢谢你了 没事 嗯 我叫田野 你叫什么 我叫罗桑 多大 十七了 十七 上学了吧 哦 高三 那你不好好上学 跑这儿打工来 好 我想进城找我爸 但是 钱不够 嗯 我这儿有个活 能带你进城 还能让你挣点 有兴趣吗 哎什么活啊 我干 反正有几辆车 拉点重要的东西进城 缺个司机 这个恐怕不行 你不是会开的 我是会开车 但是我没有本 这不是问题 咱们走国道 也不走高速 基本上混不到警察 就算是碰到了 一个未成年 他顶多教育你几句 没什么大事 你可想好了 我这活好多人抢着干了 我也就是看你可怜 那行 我干 田野告诉我 只要我帮他们开车进城 就能给我一千块钱 罗桑 你知道吗 田野他们是一个倒车团伙 在那时候 他们正准备把几辆脏车 挪到其他地方消脏 一开始我真不知道 但是后来 他们吃饭的时候 我偷听到 他们吃饭的时候 我偷听到 那哥你们先吃着 我上上厕所 你快点 好嘞 快点 帅子 喜欢什么自己点吗 嗯 帅 那条路上不能有警察吧 有人应该不会吧 瞅我 瞅你那胆 查也是查高速 咱走国道 哪有警察啊 我管 我打算怎么了 我打算怎么了 我是怕咱们出事 怎么了 救你心眼多 行了 多几个心眼不是坏事 这次咱们搞的这几辆车 已经让警察盯上了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么快地出手 哎 田野 你长得小孩靠谱吗 没事 你什么都不知道 要我说救你废物 你要快开车 咱不至于这么费劲 你会不会说人话 啊 这不会说人话 没我的情况下 这车你能买了吗 没我你能开上这车吗 超上啥 超上啥啊 一会吃着还堵不上你们嘴啊 赶紧剪菜 少了之后咱们就赶紧了 哎 起快点 咱们吃饭 干嘛 在这干嘛呢 把他带回来 轻点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每周五晚六点零五分 今天大家敞开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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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诚演绎 值得期待 今天大家敞开了玩 谁敢玩 啊 啊 叛逆 啊 有事儿 你找我 疯狂 啊 他们明示在青春的雨季 又会迎来怎样的明天 是我们错了 是我们把孩子给害了 乡村法治剧场正在播出 我错了 我再也不这么做了 十七岁的雨季 小子 想走啊 没那么容易啊 既然你都知道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 就老老实实开车 哪里别想去 要不然我整死你了 你干啥呢 啊 干啥呢 你放开 让孩子吓着 没事儿 啊 有我在这儿 不用怕 不过你这事儿做的不对 有点忘恩不义啊 我之前那么帮你 你就这么对我 我们带你去找你爸 还跟你一千块钱 你说把我们撂着 就把我们撂着 可是这是你们偷来的车 那又怎么样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啊 你的任务就是 帮我们把车开到城里 然后你什么都不用管 我不开了 你不开怎么去找你爸呀 大不了我不去了 我要回家 咱们现在开路三百多公里了 就你那二十多块钱怎么回家 那我就算走回去 也不给你们开车了 不是 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学校呢 想来就来想到我就走了 我告诉你 今天这车你开也得开 不开也得开 美颜 你爸 我对你这算是好的 如果你要是把他俩惹急了 那就不是打你的事儿了 明白没有 乖乖的啊 把车给我们开到城里 然后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拿着你那一千块钱 去找你爸 听明白没有 明白没有 我没办法 只好继续开车 天眼为了看着我 他坐在我的车上 我想逃跑 可是 根本逃不了 谁欠你钱是怎么的 你高兴点 跟你说话呢 你别慌了啊 这拿着 我给你办的假设 我就拿这个给你看 听见没有 千万别乐上话 咱们现在是一块的 如果我们出事儿了 你也跑不了 听见没有 你好 请出自新的资料假设 来 司机请下车 大家会不会行啊 哎呦 什么的 好 好 请下车 请下车 打开 千万给我记住 别乱说话 听明白了 哎 眼睛干是吧 眼睛干是吧 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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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熱给他扣着 来 站住 哎 廣熱带手 爸在外面睡前不容易 你可得跟我争口气 你爸让你住在咱们家 你大少爷娘 不可能觉得吃饭 不知道干了 爱去哪去哪 我本身就别回来 别动 别动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这事都怪我 都怪我呀 张姐来关 这都是我的错呀 要不是我 这孩子是不会走错路的 我求求你们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要不然 他这辈子就完了 好了 你别激动 来 坐下说 爸 都是我的错 这不怪您 一个月后 检察院为检科 对罗桑一案 召开了听证会 听起了各方意见 对是否起诉罗桑 做了最终的决定 被不起诉人 罗桑 我现在代表人民检察院 向你宣布 我愿对你涉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案 做出副条件 不起诉决定 并解除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在六个月的考察期内 你要遵守考察期的相关规定 服从监督 考察期满后 若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我愿将对你做出不起诉决定 同时对你此次的犯罪档案记录 进行封锁 罗桑 快记够 好了 罗桑 我希望 能够珍惜这次机会 回到学校好好学习 好好考试 好吧 那行 那你们就早点回去吧 谢谢 谢谢 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查课工作的五年 我见证了一个个犯罪的孩子 重新获得了机会 开始他们崭新的人生 老桑 好好考 爸 放心吧 在青春的大雨里 很多孩子都因为家庭的原因 或错误的引导 最终误入歧途 他们曾经叛逆 敏感 他们曾把幼稚当个性 他们用错误的方式 找寻自己的存在 他们曾迷茫 而不知所措 但 这就是青春 我想 我们应该用一颗宽容的心 去换回那些迷途知返的孩子 让他们能走出青春的雨季 迎来人生下一个 崭新的阳光 谁能用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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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住我的心 望住我 我的真心 我要告诉天上的佛呼 轻轻吹上我幸福的雨 我要装住 我要装住露珠的心 陪我从黑夜到天明 一片云代表着一片云青 一颗露珠代表不可行 风吹云散 你我了分泌 露珠花生我的心 我爸为什么一定要进城打工 他为什么要让我住在别人家 村里那么多人没去打工 日子不照样过得好好的吗 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为什么他就不能回来陪陪我 他说他挣钱都是为了我 可我只想让他回来 我只想和他在一起 爸在外面挣钱不如 你可得给我争头气 爸要是回去就得请假 来费一趟 得花不少钱呢 再说请假多了 人家就得按照工作 亏购工钱的 谁能用真心 留住我的心 我只会偷看 我愿对你涉嫌掩饰 而犯罪所谓爱 做出负条件 不起诉决定 我要装住入住的幸福 陪我从黑夜到天明 一片云代表着一片心 一颗露出代表一颗心 妈 你有办法 风吹云散 你我两分明 如初化成我的心情 随便玩 这是三百分钟 你请同学一起吃吧 等爸爸这个活干成了 一定给你补过生日 好 我只会偷看 风吹云散 你我两分明 他在这边 你都已经打进了 我的心情 你都要喝吧 妈 这是我起诉农 和盟和罗桑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终于彻底走出了他们青春的语迹 获得了重新开始机会 那么案例中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呢 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本案是以一位检察官的视角 讲述了两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 都涉及我国刑法第264条的盗窃罪 在第一个案例中 中学生和盟因家庭冷漠内心孤独 为得到举办生日宴会的经费 临时起义盗窃网友的钱财 在第二个案例中 以田野为主的盗车团伙 由组织的进行盗车并转卖 罗桑虽一开始仅为看望父亲而答应开车上路 但因在途中获知犯罪计划并受到威胁 继续参与转移车辆的犯罪活动 构成盗窃罪的邪层法 以上两个案例中 均因为未成年人主动交代犯罪事实 且情节情微 故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此外 罗桑在无驾驶证的情况下 驾驶机动车上路 田野等人伪造机动车驾驶证 都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经2012年修改 内容得以扩大 涉及到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 社会保护 和司法保护等多个方面 而且我国司法机关 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 大都会对其予以特殊保护 实行教育 感化 与挽救相结合的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缘故 今年5月2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 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八项措施 强调检察机关 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范围的全覆盖 保护职能的全发挥 和保护手段的全运用 本案中的检察官就是很好的范例 他在工作中坚持以教育为主 以惩罚为辅的原则 采取尊重与谨慎的态度 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对未尽到义务的家长 给予教育 也积极帮助未成年人 重获亲友的理解 与学校的接纳 花季的年龄 容易蠢蠢欲动 无知无畏 误入歧途经常在一念之间 关心与教育 不仅仅是学校和社会的责任 更是父母的义务 是以陪伴与理解 我们将收获亲情与成长 是以冷漠与暴力 我们就会遭遇背离和叛逆 如遇风雨 请默默为他们撑起一把伞 耐心陪他们熬过阴霾迎接天明 其实在未成年人犯罪当中 有一部分犯错的孩子 是因为缺乏父母的关爱 和正常的家庭教育 最终误入歧途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未来 更是国家的未来 未成年人的保护 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大事 除了执法者 做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 对犯罪行为的惩处警示 我们也要呼吁社会和所有的父母 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关注 多陪陪孩子 多和孩子沟通 以家人和朋友的身份 解决青少年成长的烦恼 防止烦恼转化为罪行 另外要培养未成年人的法律观念 做好校园及社会的普及法律工作 杜绝因不知法不懂法而犯下的错误 后悔终身 最后 祝愿青少年朋友们 能把握好自己的青春 遵纪守法 活出一个完美的人生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更多的内容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解读法律 解剖人生 我是王鑫 下期节目 再见 七月十号晚六点零五分 乡村法治剧场 他如花的年纪在高墙中忏悔 他回家的道路步步坎坷 坚守希望的他 在绝望中 重复新生 敬请关注 七月十号晚六点零五分 乡村法治剧场 走出监狱的女人 在绝望中 重复新生 敬请关注 七月十号晚六点零五分 乡村法治剧场 走出监狱的女人